以下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星会网立场无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星期五的午夜Soul老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现在在看我的话 我应该是身处澳门做一些东西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推荐一下澳门一个说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又说UFO 又说灵体又说阴谋论 我们会过去跟他们做一些嘉宾 一次是录影几集 大家都收到很多意见 梁博士 因为每一次 Made都要多谢Bo 上来跟我做嘉宾 亦都要多谢梁博士 有时你录播放时 其实是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不用看订阅室 你明白吗 他说你跟梁博士说些东西很到位 因为要多谢梁博士 分享他的专业的意见 在我们Soul老上 今晚一如以往也有很多消息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对这些新闻的看法 大家都清楚 今个星期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们在看我们的节目星期五 汤放波已经说了 财政研说案出来了 上星期我也有说过 汤放波 刚才我们还没录音的时候 跟阿Bow聊天 我就说神经病的 用五亿去翻身二百个公尺 二百几个 我当你二百五 一百五十给你了 翻身什么呢 翻身改善 就是二百万一个 就是二百万一个 改善环境卫生 可能是大家知道的 除二百五十就二百万 去到南次的 尤其是有麻地廟街的 我真的要闭气进去的 因为那些阿蒙尼亚 真是厉害到 你真是 是压喉的 那些阿蒙尼亚 你有去过和邪村的公厨吗 没有 和邪村有一个熟食堂的 他的公厨真是更多 那个东菇亭那里 好像我不出现 但没有那么明显 我真的忘了 但我那次去吃东西 就去过公厨 不是 水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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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什么水 我知道 有些炸弹在外面 那些 真是很恐怖 真的 我认为 这么大个儿子 大家知道 国内有些厕所 都是很吹气 就是冲天 尤其是去一些 窮乡辟壤的地方 因为我们有一次 跟我们修老的朋友 去了大陆玩 小弟终于都见识到 我想梁博士也见过 就是里面 是什么都没有 进去 是几格的 当然有个所谓的门 但是那个 我们叫屎坑 俗称 就是打横的一条渠 一路流 这个也不算夸张 最夸张的是 就是 我进去 关门 下面有个洞 通洞 你看到下面 其实 是一条河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就是这样 没有了 没有其他什么 充斥 你要纸巾 麻烦你自己给吧 说回阿波 陈茂波 这个预算案 我待会稍后 慢慢和大家分享 究竟有没有 益利地 有没有 大家可以高兴 普通的市民 好了 这里要多谢 Gary Heng 大家都知道 他在《经济日报》 时都赞稿 他的稿 不是文字 而是画 我没有人叫赞画 没有人赞画 赞稿 都是叫稿 之前我们的孤独 他每一个星期 前一陣子 可能他比较忙 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知道 长命百二岁 就是我们三色台的一个 比较上 很多人喜欢的 方东升 大家也知道 不是那个东方升 方东升 这个真的是方东升 和两位美女主持 加上一个 戴帽子的 挺帅的 我忘记了他 我认为他应该是一个 資深的电影 即是新闻人 我不知道叫什么 中警徽 不是中警徽 不是中警徽 他以前有个 有个老运家 是新闻部 我记得 是 好了 想大家问一下梁博士 你知道了 Garry兄 现在没有check room 我们是六播 可能你们猜不到 我又猜不到 梁博士和阿波 你猜不到 后面 就写着 勞工署 在后面 藍山长生殿 百二岁大优惠 当然大家也知道 就是我们的 偉大的高官 就是在说一件事 就是 六七十岁都是年轻人 去到百二岁 这个就是我的解读 你怎么解读呢 梁博士 勞工署排队 都是要做事 要做事 百二岁大优惠 换句话 就是 你百二才有大优惠 百一也没有优惠 一百岁死也没有优惠 我觉得挺有趣的 那 就 不知道为什么 用了一场 百二岁的 一个情况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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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个画的构图 阿波你怎么看呢 嗯 其实我觉得 他会不会是 一家 好像一家人 那样 陪老人家去找工作呢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在阴谋论来说 我当然都会吊诡 我们这位大高官 就说 我们六七十岁都是年轻人 但是刚巧 真的有一个 这样的新闻 就是你叫做 他长命百二岁 当然 我觉得这个节目 都值得推广 因为他去了德国 瑞典 欧洲的地方 就是去看一些老人院 那些老人家 如何去安享 他们的晚年 当然 设施等等 其实是比香港好很多很多 还有大家要看到 刚刚这集 已经有说 就是说 冰住人 其实这个世界是 一直在变成的 其实 正在滲出来给你知道的 以后我们会不会死掉 之后 拿出另一个梁博士呢 我不会 我这些普通人 怎会呢 就是精英才会 对的 多谢Gary兄 一直都支持我们 你刚刚说到这件事 其实David Rockefeller 去年死了 但是其实 他那些 我怀疑 我觉得是怀疑 但是我们不会知道 当然 他说了我们也不会知道 难道是 康里基留位置吗 他有权说的 他们是精英 我们这些战民 就不用说了 也不能这么说 陈归陈土归土 会报回地球 吃了这么多年 好了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想说一点 一宗新闻 就是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用 这个Payme 或者是用 AliPay 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呢 近日 有一宗新闻 其实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 SMS的飞线 你知道吗 SMS飞线的功能 真的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 SMS可以先飞线 是的 SMS可以先飞线 是有两个 我们的ISP 是可以做到的 一个就是3 一个就是CSL 其他都没有 没有SMS飞线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漏洞 大家记住 如果大家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 这一宗新闻 就是说有一些责人 在某些途径 大家也知道 之前有航空公司 被派遣了 有旅行社被派遣了 拿到的资料是什么 现在很厉害 名字 身份证号码 手提电话 完成 完成了 如何完成了 很简单 原来发觉到 我先用CSL CSL的Default Default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申请在CSL的电话号码 你在网络上 你订阅 订阅很简单 你的username 就是你的电话号码 原来的password 如果你没有重设过的话 是你的身份证号码 是首四个字 或者六个字 好 来吧 责人如何呢 责人就是用了这些资料 刚才我也说过 在航空公司 Hack了 或者是旅行社 什么什么途径 Hack了 得到这些资料 它就撞你又没有用 说真的 CSL很多人都用 3亿都很多人用 好了 怎样呢 就是上去之后 鎖上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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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它有你的帳户 如果不是 那便去拿钱 还有 Alipay 这个很快地说 免得这么细节目 它就可以从中 在它的太空卡电话里 拿到你的所谓 言证码 OK WhatsApp也是一样 可以拿到你的验证码 所以呢 有些人 就看到 你飞线那一刻 其实你自己的电话 也有记录 可能它飞完线之后 或者 它出来的记录就彈出来 那些人就觉得 不以为意 Pay me 我没用 就算了 就是因为你们吊耳轻心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们的手为电话 收到一些不知名的SMS 例如是WhatsApp的验证码 Pay me的验证码 都什么验证码都好 你都要立即打回去 她的营运商 问一问她什么事 因为试过有一件事 有一个女士 就是用CSL 她的资料被人导用了 credit card number 银行户口 名字和身份证 被人导用了之后 那些责人 就是用了这个漏洞 就是 forward SMS 去第二个的电话 在网上申请了一张AE卡 总之 这三件事加起来 是损失了几百万 不要调以轻心 所以SOLO也是这么说的 科技带来的 我们的方便 亦都是带来 匪徒的方便 死定了 我还有两部 但是我1010 不知道是否关系 她也是CSL 都关系吗 死定了 不是 不用死的 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怎么做 第一件事 你重设你的密码 重设你的密码 你不改就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改了的话 它是不能碰到你的密码 除非你的密码 很简单 2,3,4,5,6 那就值得你死吧 如果改了密码 很多保安漏洞 所以现在 AliPay和CSL都已经堵塞了保安漏洞 但希望大家都不要调以轻心 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这么说 你要定期去改你的密码 才会安心 用得安心 亦都放心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千万不要 例子香港人真的很懶 它就像这个图片那样 就是收到密码 那个activation code WhatsApp也是这样的 收到activation code 它就可以在网络上搞事 WhatsApp就更加 他扮了你之后 就WhatsApp回你的朋友 我现在身在哪里 我没有钱花 阿B 你WhatsApp 我还不是你 我不会评认你 你是不是你 你是不是你 是什么意思 现在人们都习惯 不会再打电话去确认 不会的 不会的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调以轻心 这件事 跟大家说 听Solo 看Solo的朋友 是诚慕仔 一定要改你的密码 定期改 No matter 有些事 譬如e-banking Credit Card 或者你网上任何的交易 定期 譬如不需要每个月 每个月是真的麻烦的 我试过两个月三次 三个月两个月 我改了一次 我给你听 我也是奉行 或者奉行 我两至三个月都改了密码 但是改完之后 我改了六七次 我忘了我新改了密码 哈哈哈哈 你明白吗 你两三个月改一次 你改了太多次了 我相信不用六七次 已经不记得了 你明白吗 这个我觉得 都可以一个商机 我们写一个APP 专门给人 改密码 可以记录 所有之前的 歷史 和记录 全部都可以记录 明白 但我又想告诉你 有些评论 如果有些黑客 或者黑了那些APP 没错了 你明白吗 我突然想到就是这样 所以 度高一尺 是啊 所以有些黑客 你自己想想 现在的黑客 no matter 印度 中国 俄罗斯 美国 这几个大国才是厉害的 很简单 别人的国防 美国的国防 很多黑客都进去 你想想 所以我们的台 很害怕得罪人 如果不是的话 真的会出事 不断攻击你 你没有办法 所以有些IT的安全 我经常说 有些叫Anti Virus 或者是My Security 的公司 寫的程式 就是他们 最不安全 就是 如果不是 那又怎样 正如药厂 一样 全世界没有癌症 那你倒閉 现在有些 很多网站 賺錢 就是寫衰 如果你不付钱 你不 就是这样 等你没有生意 这些叫做 Cyber Blackmailing 现在就是这样 等于搬家石 擋住你的门口 一样 或者过年我 普遍到你 一样 不过 你企业化了 没错 Cyber化了 IT 已经是Online 方便了 没错 这个新闻 大家也要留意 如果大家各下 在用CSL SAM 加上Alipay 或者Payme 那些朋友 不要掉以轻心 凌事要去更新你的帖文 还有 最好 现在官方已经说 Alipay 和CSL 已经堵塞了 这个流动 是不是堵塞了 不知道 大家可以上去查一下 等等 应该我先说 财政预算案 好吗 不要了 现在先说 真的 我觉得这些 真是 真是 这个会计师 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看星期五 即是On time 就会知道 汤放邦 已经做了财政预算案 我再说一下 退税在2018年年度 欢迎75%的新讽税 及个人入息新讽税 欢迎上限 由3万元减至2万元 受惠人士 是190万的纳税人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 2018年至2019年度 你有收入的吗 我有的 是的 你有收入的 我没有 那你就是家底厚过我 神经病 神经病 这是什么逻辑 我没有收入 就等于我家底厚过你 你真是神经病 那天很公道 你不要玩我 梁博士 先说一下 2018年年度 欢迎75%利得税 欢迎上限同样由3万 减至2万 受惠人士是14万的纳税人 他时在这个财政预算案 时说我们是受到不明朗的 经济外围因素等等 希望大家投资 No matter 你投资楼 买股票 甚至乎任何投资的衍生工具 你都要大家加倍 小心 鬼不知你妈妈女人 如果是这样 不如大家听梳路算 不用看这个财政预算案 这个人 说话真是放屁 宽减猜猜想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业主 宽减猜猜想 2019至2020年度 四季猜想每季 宽减的上限为1500元 较上年缩水了1000元 涉及有329万个物业 忠援商量 很快 忠援由商量变商量 陌妻 między Kom 承援 領取 统援 掌降康 支援 棕贴 商量 把存 Casey 押外 一个月 低濕入 家庭 居 疾 ir 估励 understand 交通 津 开 原来 一个 兑 千元 长者医疗券累积金额上限由5,000加到8,000增加使用的弹性 学生派堂向这个有需要的学生就发放2,500元的单次津贴 教上年加了500元,真是多借你,真是 继续为2020年度中学文凭考生代交考试费 好了,楼市了,虽然楼市的需求管理措施不减纳 2019年至2020年度,卖地计划有15幅地 可供建筑单位是8,800个年同铁路物业发展、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 预计全年潜在土地供应可以达到1.55,500个家单位 金融科技,政府用筹备利用转数快 即是fastpay 便利市民的交税,差响水费 另外,运输署入境处和康民署研究在柜台试行转数快付款 这些不是很简单的 为什么要试行呢? 电子道路收费,大家都知道了 运输署正在积极考虑中环和鄰近地区的电子道路收费先渡计划 进行可行性研究 预计今年上半年的咨询持份者 政府考虑利用这个计划去净收入 什么意思? 痴巾 额外提供商约行常资源,改善公共交通服务和车楼 增加社福设施 撥款200亿,购买60个物业 增加了超过130项的社会建设 包括日间幼儿中心,长者轮社中心 然后到校学前康复计划 预计有86000人受惠 最后就是支援企业 宽减2019年2020年度的商业登记 是吗?会宽减吗? 我现在还在交生业登记费 优惠140万的业务经营者 科技券计划行常化 每间企业资助的上限由20万增加到40万 为专项基金投资10亿 每间企业资助由200万增加到300万 好了,我读到这一道,我想问一下Bow 有什么惠惠的? 任何? 退税可能有点 你也好,你有收入,我都说你两个 猜響你也有的 我猜響有,我猜響 你呢? 你猜響有,退税 这个叫财政业思案 我猜響有,我猜響有,我猜響有 我猜響有,虽然说得不太好,敬请见谅 但是,没有 不要说话话话,我都不期望的 大家知道这么多年的财政业思案 不会说拍手,good job,well done 你不剥削我们市民的利益,我都开心死了 又是那句,大家不要调以轻心 投资要小心,各样东西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财政业 为什么一定要按本子,甚至乎我们理财的观念 是,我明白的 我们每一届的财政业都是量入为出的 不是叫你,不是叫他大洗 益下我们这些星斗市民也好 钱你又不派了 有些人都会说,我派四千元,我没有份啊 你有没有份啊? 我没有,那我可以退税,拿了差响 我没有四千元,但我又没有退税,我就拿了少少差响 我没有理由没有的 我怎么会有四千元,你傻的 我怎么会有四千元呢? 我有物业,怎么会有四千元呢? 不是啊,你有物业 你拿不足四千元的财政业 没有啊,没有啊 没有啊,没有啊 真的,我问过吧 我四百元也想拿啊 我老婆也拿到啊 你也好啊 不过拿不完,她拿一千而已 因为她交了税,即扣了税 那些交通津贴,大家都知道 我昨天也拿了八二元了 你也拿了八二元吗? 是啊 你也好,八二元 我没有啊 因为大家知道我家里走回海了 拿什么啊? 拿一条帽子啊? 拿一条帽子去踢一下吧 哈哈哈哈 买烟有没有优惠啊? 哈哈哈哈 还贵了啊 现在买烟的政治不正確啊 但是你放心啊,一件事 卫生局已经说过了 卫生传说过了 今年很开心啊 不加烟了 不加烟了 不加烟水了 哈哈哈哈 其实我唯一觉得就是 辣椒为何还不考虑如何取消呢? 因为其实真的影响了 楼市的 你反而认为辣椒要撕掉 我觉得是影响了整个市场 据文好像说 有一个某大中资集团 不要说哪家了 就掃了某一些豪宅的数十个单位 只是交的税交了七千多万 哈哈哈哈 神经病啊 其实你整个楼市的交投 我明白你的朋友 你原本是争取时间去增加供应 但是争取了十年 有些事情是不应该这么扭曲的事情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生活了香港这么久 香港是奉行什么的? 是自由贸易的 当然某些政府可以干预 但是 在自由贸易的框架底下 你这样就不是变成自由贸易 一定不是 对不对 怎会是自由贸易 我明白 有些人说楼市过热了 在说一万多两万元呎 不要说什么 现在 江湖山庄都说一万三元 又上回来 又三万二三元 但是你令到整个二手市场干了之后 是否能干了手呢 不是嘛 现在在阴谋论角度 我自己觉得是 有一群人拿着一块钱 不是投资者 记住 投资者就不用说了 你把二手楼新楼照 跟你算好 刚才我说过 只是给水 都给七千多万 你想想 一个市民的话 不要说七千多万 七百万也难存 很简单 一谋论角度 怎么看呢 如果是这么刺烈的楼市的话 他就把这群人 归边了去哪里 行了 这么贵 你就买纳米楼 所以我在苏老师也有说过这件事 你明白吗 现在香港人 不是说不争不争气的问题 我也是骂香港人的 但是问题我都明白 有些人都骂我的 你当然啦 上车 有些还没上车 有些多想有自己的物业 我明白 但是问题就是 比较你十年前 用几百万买的日立物业 都起码有五六百尺 现在几百万买的日立物业 是二百尺的 跟我们的台差不多 还小过我们的台 你计算一下露台才有 你明白吗 露台也有二十尺 这些在阴谋论角度 他就想你推了你去买这些房子 很简单 如果不是的话 怎么会这样做呢 我看不到什么情况 我觉得一个临时性的措施 不应该这么久 就算你现在不取消 你也要有一个所谓的 procedure 你告诉我们 你什么时候会取消 或者有一个计划 一直一步一步去减 你说得很对 所以阿布 你有没有留意新闻 梁博士有没有留意新闻 有些人跟他说 这样有问题 一定的啦 这些是木偶公仔 说真的 没有办法的 是这样的 真的很惨的 这是事实来的 惨是什么 惨是我们香港的打工仔 这些事实来说 说真的 像阿布 年轻有违 你问阿布 你身边就不要问你了 问你身边的朋友 不要说像Castell那些 有老爸剩下的 梁博士有老爸剩下的 那就没办法了 但问题就是 如果真是一个白手卿家 或者是住公屋 不要去分析 这些东西 大后毕业 我当你最厉害 刚刚出来的 一两两两两 其实中位数都是 13000-12000元 我当你很厉害 优财生 两两两两 你做完几年 可能跳跳跳跳跳跳 五六万一个月的话 我计算 你多少年 才能够收到一个首期 不要说买房子 先够收到一个首期 其他什么离隐费 律师费 你还没计算 装修的你都不要想着 你就先想一下 楼价 对不对 好了 当你十年之后 楼价又是怎样的呢 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我自己看到的trend 会不会像97-97 一大班 一百多两百万负资产 我绝对觉得不信 我觉得现在 我们踏入了19 其实我和梁博士都说过 楼市会有调整 但其实它的调整 我自己觉得是 去到10-15% 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我也觉得 是合理的 应该不会跌 不会跌 你不会跌到 一千万楼 不见了五十 变了五百万 看不到它会跌 没错 因为我说过了 其实我们香港外向型经济 我们什么都没有 除了金融和楼市 等一下数一下 我们有什么 那 金融吧 除了金融和楼市 死佬 我们有什么 阿波你是在内行人 我反而 我有点 可能 截然 不要跟着截然不同 我有点 另外一个看法 始终 有一句说话 福攜和所以 和为福所以 福所福 其实意思就是 你不 去到某个环境的时候 政府或者央行 会出来帮忙 扶植 或者去扰乱某些秩序 其实现在的楼市 或者你再宏观一点点 我觉得宏观一点点 你始终还有一帮人很有钱 流动资金是多 但是 不用 就像现在大陆 今天的股市 一放就瘋 一瘋就收 一收就死 其实我估计政府 或者央行 他们本身很担心这件事 会发生 香港发生 尤其是香港的楼市 对 少许分享 我自己估计回来的资料 现在香港 某些专 很大 做 楼案的银行 其实已经震了 猫王 为什么呢 他们收了很多 银主盘的豪宅 那些银主盘的豪宅 那些银主盘的豪宅 很简单 就是受了压力 不可以 拍卖 那些原因是什么呢 背后原因是什么 其实是大陆人下来买 然后按给财仔 财仔 然后 然后走财仔的财务 我明白 然后就破坏了 但是现在就是看什么呢 就是看看两个途径 看看是否傻佬 不小心按错 就是扔了出来 接火棒 扔了一些消息出来 另一个就是 看看希望会不会有 有些财政 或者外围环境 令到它有转变 纯粹在那个位置 就 连接下去了 看看能不能连接下去 如果听阿波你这样说的话 用今年的情况来看的话 如果真的将来到 技术调整 10-15%的话 没有人这么傻 我会不会去接这些火棒的 我不敢说 因为楼市真的不熟 我也不会花时间去楼市 但是很多人煮盘 很多人煮盘 是豪宅 亿亿亿的 亿亿亿的 是砌价 50% 这些是 其实豪宅市场和我们平时住开的一本用家是两个市场 但是你围绕着那个 豪宅可能是厚市 或者山顶 赤柱 但是这个会有资金链的问题 如果在某个位置断了 或者有什么事 银行一召唤的时候 现在很多人出来唱好地产的人 常说银行不会召唤什么 阿施永青也是这样 不要爆不开名 不要开名 我很爱这个星会网 我说的 我不想这个台湾 我知道 我说到哪里 是call loan的问题 其实银行一call loan 他专门是偷什么人call loan 就是你平时很稳定去还钱 你可以承受到这个压力 这个call loan的动作 你处理得好 你call中了一些人没事就没事 有事就很糟糕 你call中了一些人 有难尾 有难尾 没错 因为在流动性来说 你的楼不是好像股票 一扔出去就有人接 就是有人接的 你要等又要 印花税 没错 你也起码搞一头半个月 快 大家要搞朋友 三个月左右 对呀 很麻烦 这个我自己的看法 我不是帮政府 但是我会有点想 其实那个大环境 你以为政府知道吗 怎会不知道 根本局一定知道 其实压力源于两个 不准证 根本我一定知道 大环境政府 你知道林郑那些 知道也有时不知道 他那些同僚跟他说 他扮听不到 你知道他的性格 我跟他说过 我跟大家说过他的性格 这个我相信是一定知道的 好像特朗普那样 你以为他不知道 签MOU吗 他就要在你面前 说我不要MOU 对呀 没错 就是这样而已 这些政客的 高姿态 技巧 伎俩 对呀 那麗特希泽 好像没那么好气 你说什么就什么 如果看那条片更好笑 好笑 那麗特希泽是 面红了 耳红了 如果你正正常常跟人家交往谈 你不会 你一定是紧张 某一个技术性的人 又有后台 他就会觉得 你需要这样玩吗 没错 罗特希泽 我们在 《一华背后》都有说过 也有些背景 不是普通的下属 绝对不是 他之前好像是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一名 他当年搞日本人 他也有犯犯 对呀 没错 OK 但是他是一个很技巧的人 但是他是很擅长的 是在谈判者的 对呀 他很技巧的 他也是一个很技巧的 谈判者 对呀 对呀 谈判者 对呀 谈判者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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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亚洲的经济市场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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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了 OK 那 也是那句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我觉得没有任何新意 刚才你也听到Adam说了 很多东西都停止了 新冲出税的上限又停止了 然后不知道什么又停止了 不想再重复了 也是那句 继续罵我们的财政司司长 反过来 比较到曾俊华 我觉得他做得不错 不要以为他派八千元 我们才这么说 起码你那个反对声音 说真的 每一届 哪个财爺做都有反对声音 对呀 对呀 不会说 100%贊成 但是你比较到 这一人的反对声音 应该是最坚的了 我觉得 我不是反对声音 我可以再重复一点点 导致今天的问题是哪个人 其实是不是我们最近的两天特首 就不是了 其实导致这个问题最大似作用 就是现在赤柱那个 我觉得那个人要拿出来辩司 他已经出来了 他曾经住过赤柱那个 我觉得那个人是最坚的 不是的 你听他说话的话 其实他做财政司的时候 他最 proud of 这件事 就是击退大岳 我都说过了 他很 proud of 这件事 他觉得是一个公职来的 他为香港 对吗 对吗 是不是 大家自己心想吧 但是总之一句了 未来 哎呀 死了 还有几年了 两年多了 看看下一届又怎样了 不知道啊 因为现在香港结构性的问题 你始终要整合下去 没有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到的 一定有个痛苦的 一定一定是 你也不能不整合 你香港自己的条件 你靠自己不可以的嘛 没错 那条路怎么走呢 要靠大家去高瞻远足 那一定是高瞻远足的 要看世界发生什么事 不只是聚焦香眼前 没错了 之后我们就说回我们今天最后的题目 因为是一个比较不开心的题目 就是大家知道 上星期有一个家庭 就是一对父母 和一个七岁的小朋友 因为他们的 其实不是数十万的 而是数百万的 原来说到你数十万 必须不需要死 一定不用 你数百万 所以他的父母 就决定了 连同他的太太和他的小朋友 一次过 在西环某一个屋苑里面 烧炭身亡 这件事 我就 牺牲了很多东西 阿波和梁博士都会跟大家说 就是说 譬如大家知道 有一些 叫做很aggressive 的投资者 有一些很moderate 的 有一些很保守的投资者 这一班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一些很aggressive 的投资者 这是一个很主动的投资者 但是 某一些人 网上很出名的 丢钱数学街的 那条贸易 我听阿波会说的 我听阿波会说的 这件事 他就说 很 encourage 人家 记住 真的不要借钱 尤其是借责卡的那些资金 你知道 譬如你的资金卡有10万元 的资金约 你就按10万元出来 就是问银行借钱 那些资金是高的 真的跟大乙龙没什么分别的 如果不是 有人计算的数字 比大乙龙一来 定义 一来 其实也是大乙龙 也不是大乙龙 也是那一句 跟大家说 玩妈转已经是一个很high risk的游戏 你还要问人 资金 这样玩妈转呢 这两位 这位就是以前的业内人士 现在这位就是现家的业内人士 那位网上朋友怎么说 他说 有些基金经理就给他一些股票 他说他试过可以的 现在就推介了 有一只股票 那只股票还要是蓝筹股 他们买吧 大蓝筹 大蓝筹 大升了很多 他推的时候已经升了20-30% 那时候有个新闻说他比苹果比苹果那只 然后 往后发展就是叫人 我已经准备 借钱 cash advance 我也要推下去 你们短线 我不是看短线的 我看到九月的 就是有大帕 就是现在挖炕 没得玩了 现在就玩了 那位帝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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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看到 你相信他们就是帝家伙 我告诉你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在adam 我用一些伦理的情况 我看这宗新闻 其实是很 很唏噓的 这个我不知道 大家也知道 阿波和梁博士都是我们佛法在世间的主持 我自己觉得 在一个人性的角度也好 或者是伦理的角度也好 你爹地 债台高筑 债务前身 你走这条路 这是你的决定 没有问题的 当然 最好就不要自杀了 这个世界什么事都可以解决 但是为什么要让你七岁的小朋友 跟着你走这条路 你没权了 你要记住一件事 你虽然生他出来 但你没权终止他的生命 这是一个大前提 伦理也好 宗教也好 道德也好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同不同意 但是 可能我跟我的朋友聊 或者跟我妈妈聊 可能他不想小朋友受罪 是 但你要记住 我不信这个家庭没有亲戚朋友 甚至乎真的没有的 你送他去保囊局行不行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 我看完真是唏嘘 不是唏嘘他死了 说真的 这个是你自己选的 你要解决 你要承受到风险 你承受不了风险 你解决了一条命 不要紧 你死你賤 我可能是 这样说可能很凉薄 但是 我很恨这件事 虽然这是你的儿子 你是他爸爸 你生了他出来 你带了他来这个世界 但是你没权带走他 对不对 对不对 当然是 你没权带走他 但是他其实 去到这个情况下的人 可能想了很久 他已经 可能是精神有问题了 就是喪致了 我们叫做短暂了 你短暂了才会这样 因为是矛盾的 你又说了借口 给自己说 不想他挨苦 你却炒这么大 对 如果你是不想他挨苦 整件事很不逻辑 所以去到那一刻 其实已经是短暂了 就算 很简单 不要说什么 我借10元回来 我保留2元 只是给我儿子的 我有什么东瓜豆腐 虽然那2元 这不算什么 但起码都可以 短期之内 可以给一些监务人 或者亲戚朋友 你有一个理性的想法 如果真的要为儿子 你应该要预备给他 你不会这样分身去炒 没有可能的 这些事情是前后矛盾的 然后你输了的时候 突然间你又觉得 我要为儿子 很矛盾 还有他住的那个屋苑 我免得开人家很耀名 西西区 我认为你住在西区盈培 以前有少年警信 在那个位置 还有有工人姐姐 不一定是工人姐姐 起码是那个家庭 小康之家 是的 那个经济不是很稠据 不是说 大佬 餐餐清 不是的 可能他买不起房子 或者是 他是租的 他觉得自己买不起房子 可能上快点 是的 这样 一时的冲动 就像刚才阿波所说的 千万不要 赛当借也不应该 尤其是炒 你有没有听过这件事 这个我给你记得 我老爸时也这么说的 财不入吉门 尤其是我爹地那一代 他见过他的朋友 借钱过大海 就是输你这些陰功钱了 你说的 你 죄송합니다 therein 只是借钱 耗 Gud 叫金钱 都 explode 送玩家 寶贖 赢 你是不是做的 你說不行了,我今天仲敗一招,拜了神啊,念了經啊,那塊錢就跟他拚命呢? 我告訴你,你一定需要回來,真的,我百分之一百 但你說這個例子,或者個案,可能他真的急了,或者他真的鎖了 有他的理由,但我覺得更加要說就是那些幣家伙 還要宣揚教別人這樣做,其實真的會害死人的 很簡單,但是你也是出仔來的,你值不值得? 人家死了,沒有了幾百萬,你只是分幾萬而已 他也是唐達鵬而已,說真的不值得 挖金挖不成,又是現在吹這種風 說得不好聽,如果我騙了他,我會代替他,我也考慮一下 真的不值得做這些事情,你害死人家,你只是拿少許 其實我最討厭媒體,尤其是無線,我不怕說 最重要的媒體就是,因為那時候他出名的 就是訪問,我們有網門有網台訪問他 就要幫他做專輯 告訴你,我免得開名 那個主持是一個混蛋 那個節目是混蛋 那個平台不是混蛋 但那個節目是混蛋 那個主持是混蛋 我們這些網台,你擺明他這個 即是訪問,阿幣加伙 幫莊家搭棚,幫老闆釣魚 那你就無謂幫他助他 是啊,不知所謂 不要緊的,其實基本上有些人 說真的,現在做網台主持 質素很參差 有些在不同行業,又說做網台主持 他認識毛嗎?他認識鐵嗎?說真的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誇眾取寵 哪一種是輕 他就是做哪一種? 他拿什麼?拿Kick Ray 剛剛才說 裡面沒有東西的空 有些網台主持,你明白嗎? Anyway,怎樣也好 我忽然之間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看到梁博士的Facebook 在Solo上分享出來的 就是關於這宗新聞 我留意他講了一句話 就是究竟是地區問題 我有留意的 還是什麼問題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有敢而發去寫一句話 其實因為我都不是了解所有內情 這些是悲劇來的 但是有人在說風水問題 但是你不可以賴風水 你才是整個屋苑的風水問題 有人是這麼賴 因為那裡可能是 又連續說 不是,那個地方可能是 那些路,那些結構 那些座向 可能是有些問題的 西形困也是像是舊區 但是你純粹用風水去講 其實有很多因素 其實應該想清楚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的結構 和大家的想法 為什麼會這麼激 為什麼會這樣去浪 讓他盡量去搏 為什麼會有些人出來 梳擺別人去這樣做 其實是很多問題 說真的 這個幣交貨 遲早都會受的 他的業力是業障的 但是他也是不值得 你撿毛去害人家 加貨人亡 就是無必 可能這件事未必有關係 對,未必有關係 但是 他反映了香港人的心態 就是我們說的現象 和心態 沒錯 還有很多人比較 急攻近你 有時我也跟客人說 老實說 這個戶口 是投資戶口 不是投注戶口 投注戶口 也不是投機戶口 這是很難 投資戶口 總之 投資和投注 是兩回事 你絕對不能撈亂 投資戶口 你肯定是死硬的 你剛才說 你借錢去投注 你不P嗎 DoubleP 你做這行的朋友 可能很容易 我以前也會 給自己一個藉口 他爛賭關我什麼事 我沒有叫他來賭 沒錯 但有時你又給他一些消息 你就瞭到他 你也要想想 這個人的賣法 真的對 大家想一想 阿波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剛才我們開啟的時候 阿波說過 你身邊有朋友 有這樣的經驗 對嗎 對 分享給我們聽眾 其實都是 悲奇 都上過新聞 前一陣子 過農曆新年前 我也很近 過農曆新年前 我是初三、初四才知道 一些貸款 想不開 自己又是小炭死 即是他幫人投資 他自己也投資了 我猜他都倒大了 大概猜到 大家都是玩槓桿野 是的 而且有時候 如果輸開 有時候有些事情很邪 有條路 有條路 越窮越見鬼 對 所以為什麼叫我 千萬不要借錢賭錢 就是這樣 而且真的有什麼事 但我那個朋友的數 我所知就不算太大 你不要為... 你這個朋友 他準備結婚 他跟未婚妻一起住 他未婚妻沒有事 未婚妻沒有事 穩定收入 即是他自己一個自尋短見 他自己一個自尋短見 難聽一點 你十多萬 你的命是幾十萬 幾十萬 幾十萬 幾十萬也不值 你馬會買一隻馬 百多萬 你比一隻馬便宜 其實你敢面對幾百萬 跟幾十萬一樣 是啊 你也是破產的 我不是鼓勵破產 有什麼事的時候 我明白 你是一個有責任 沒錯 你面對這件事 其實阿波這樣說 我們沒有夾過的 我想顯示一個問題 就是 幾十萬和幾百萬 對於我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真的想著 一件事 破產就算了 最多不做董事 或者不做什麼 其實以後的生活 我起碼要保住一條命 你是有責任 你也去面對 沒錯 但這件事 如果聽阿波說 幾十萬 說句不好聽 你問家人朋友 加加萬米 對呀 你明白嗎 現在有很多律師行 都叫做債務重組 他也是專業人員 你捱幾年 債務重組 對 他的英文是有個律師行 總之現在 你的信用卡多少錢 你開銀行多少錢 你供什麼房子 你的車多少錢 你外面有多少階債 他都不斷收入 之後可能他們的收入 抽一塊錢 就慢慢還 這就是梁博士說的 就是貪婚 例如我三年還不完 五年還不完 五年還不完 七年 萬事真的有商量 你跟銀行 一定有 你的朋友很傻 你想問一下你的朋友 多大 他長大 我不出一年 這麼年輕 這個是悲劇 真的很可惜 始終都是看不開 其實精神可能已經有些問題 出了問題 你講真的 不要說我自己 幾十萬 不用 你說不是 說真的 我真的欠了幾千 已經碰益 你可以叫做打菌籠 你的幾十萬 其實是情緒和鬱結 很多人 這個世界 對 因為我們沒有教過 我們如何處理情緒 對 情緒管理是很重要的 這是真的 但是 那幾十萬 你都會籌到 親戚朋友 其實是 面對不到 可能本身有情緒 我覺得是 梁博士這件事 很適合 真的 等於有些人叫做法茅 你明白嗎 當你去想一件事 你是Calm down 你是個人 平息了 平靜了 你可能會想到解決 但是當你那個人 是很 很 不知是在很 很緊張的狀態 你是什麼都想不到 不接受那個結果 你一旦不接受 你就出現 你的腦袋就會 打轉 對 一定要接受 面對接受 然後才處理 是 所以 我真的在這裡呼籲 蘇魯都是發放一些正能量 給大家 我希望 僅此希望 我們的聽眾觀眾 當每一個人 今時今日 一定有高潮 一定有低潮 人一定有錯 一定是 要接受自己犯錯 無論是 人際的東西 金錢的東西 家庭的東西 事業的東西 沒有一件事 是解決不了的 不要去想一些無謂的事情 好嗎大家 麻煩 不要無謂的事情 很簡單 你可能 好像剛才梁博士說得很對 自尋短見了 因為你沒有這個責任 我不想面對 你明白嗎 人們就是這樣 有些人就變成駝尿 我不想面對 什麼都不想想 我不想解釋 我不想收取追債電話 令到他開始有抑鬱 有精神問題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我明白 這個有壓力 我也聽過 有些朋友 例如炒洞的東西 銀行又叫他 財仔又叫他 朋友又叫他 怎樣 什麼時候還錢 我明白 雖然這件事 我沒有試過 在我的心態上發展 但是 我真的沒有試過 但是我可以想想一下 當你每天都收到這些電話 就是還錢 朋友都還好 可以聊聊天 你知道財仔的 會問候你家 當然 我明白 那是壓力 對 那個壓力 又睡得不好 你一躲下床 你一定要想 糟了 明天要付什麼錢 糟了 明天要付什麼錢 你明白嗎 整件事是這樣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聽著我跟阿波 梁博士跟我說這件事 任何的事情是可以解決的 真的 除非你講得世界末日 沒有辦法 這不是我們的控制範圍 當我們控制範圍 剛才我跟梁博士說 不要不面對 去積極面對的重要 債務的事情 找個律師 找個律師 好像剛才阿波所說 債務重組 第二 家裡有什麼事情發生 這樣更加簡單 十個有九個去做這些事情 肯定是為了錢 揹不起債務 尤其是像幣加勒那些人 叫人去借錢 社當借去炒 不停發放這些訊息 這些真是正糟糕 真的 媒體包括網台 真的 我不怕罵 我們這些網媒 有些混賬 聘請這些幣加勒上去 那些更混賬 告訴你 你跟他推廣有什麼分別 對 你還要沒有好處幫他推廣 對 對 他又為了一點 都是愚蠢的 他們那些都是為Kick Ray 說真的 有些人就是這樣想的 真的不值得 你試一下 那個幣加勒打給我 按到瘋 我就少到他回艇 告訴你 入都入不了 神經病 這些PK 真的不要說 小心你那三五年 你真的小心你下半世 告訴你這個幣加勒 即是你講得 我就算自私一點講一句 你分大決給我 我也要想想想 是不是 不是 我也不會 我也可以想想 一個理性的人 我是一個自私的人 我是一個理性的人 我是一個理性的人 我是一個自私的人 你不是 那我為什麼要做呢 真的不值得 不值得 即是低估了那個影響 對他 低估了那個影響 其實是很大的 很簡單 你看到 第二天發生這件事 我看到他的親人 家人 真的哭到媽媽都不認得 他們與心何忍 可能又不見了孫子 又不見了兒子 又不見了兒子 是的 值得嗎 是嗎 小孩最無辜的 是嗎 我早就這麼說 我剛才就罵這件事 你無權帶走小朋友的生命 你是他父母 你是他父母 都是一樣 哪一個人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一個人 可以帶走一個人的生命 就是這麼簡單 OK 所以希望大家 去用回這件事件 去做一個警惕 如果留意到身邊的親人 是有這些問題的 就鼓勵他 對 不要先指責他 沒錯 沒有人想的 沒有人想的 但是你要求他 一定要說清楚 因為他 一個人遇到這些事情 他藏起來 不敢面對 他也不敢跟別人說 他才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等於你佛法當時說 退休那一刻 對 因為他有很多壓力藏起來 之後就去倒 之後就去倒 轉移自己的焦慮 沒錯 所以如果有朋友 有親人 遇到這些問題 你要鼓勵他 但一定要他把所有事情說出來 對 面對 然後一起去面對 沒錯 因為他不說出來 因為他屈住在那裡 他真的會剩下的 但你要告訴他 你要接受 你要給他信心 其實話實話 這個真的 說真的 香港人 有很多傻人 你不要說真的 因為你情緒 因為你很多日積 越來有很多問題 但如果身邊全部都是傻人 你正常理會是傻人 你這樣定義也是 原來你身邊都是傻人 那個最正常的我才是最傻人 所以 這個世界的事情很圓 很圓的 對 真的 好 今晚很棒 因為今晚很開心 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跟我說過 有些人說 什麼 斜糧博士 或者Bowley 錄影一次 你不要做Live 因為他們說得對 因為我做Live 我一直看 你知道有些東西會發出 看人家說什麼 看一看 回答一下 這樣就被迫好 那些話題 現在你跟梁博士 就做了一句話題 什麼人都沒有吵你了 你們兩個就聊 反而有些觀眾 是喜歡這樣 我還是要考慮一下 都要感謝梁博士 分享一下他的專業和意見 希望有些情況 好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面對 不要把事情 當男人 尤其有七個男人 把事情都背在身上 不想分享 放在心裡 沒錯 即是覺得 我不想連累家人 我不想他們煩 等等 什麼都是自己 但自己會有個臨界點 當我臨界點一爆 你便控制不到自己 所以作為家人 也要鼓勵他 發現他有這些事情 一定要跟他聊 你不需要有方法解決 大家一起分享那個情況 我實在說 雖然這不是太負責任的做法 但也沒有辦法 去考慮破產 這也是一個解決方法 是一個最後的解決方法 但當然 你面得的 好像剛才阿波的朋友 幾十個 我聽到我剛才那一刻 所以大家除了自己沒有問題之外 也要留意親人朋友 大家要知道這件事 還有有個技巧去跟他說 一定不要集備他 記住 聽聽梁博士 一定要聽聽梁博士 你就會知道 聽多些佛法 在世間的人的心境 也會平和一點 我非常推薦 大家喜歡聽佛法 而且你倆做得好 真的 好的 今晚的時間差不多 記住我們今天星期五在錄播 到下星期一 Adam會回來 我會做直播 Zo族也會回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今晚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一十時 繼續現場視頻直播 Thank you Good night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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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al иться 飛え 感谢观看